淋浴佐茶 中小叶种的普洱茶你喝过吗 如果还没有或者不确定 那恐怕你就还不算是体验了普洱茶的完整风味 相比大叶种来说 中小叶种所含的茶碱茶多酚相对少一些 而在氨基酸、茶氨酸和芳香物质方面却更多 所以它在香气和鲜爽度上会比大叶种更突出 相对我们熟知布朗山的农墙苦猎和义武的香阳水柔 以乙邦和纳卡为代表的中小叶种 则是以甜润鲜香为主要的风味特点 其实很多云南的古茶园都是 大叶种、中叶种和小叶种古茶树的混合种植 不过完全连片有一定规模的 而且是纯粹的中小叶古茶园 在西双版纳主要分布在乙邦、纳卡这两个地方 虽然它们面积都不大 但在普尔茶的家谱中那都是赫赫有名的顶流 因为过去它们都是专门做供茶的产区 云南最出名的供茶主要就是来自于乙邦、义武和纳卡 如雷贯耳的曼松也地属于乙邦 虽然实际上曼松现存的小叶种古茶树也就二三十颗 产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由于曾经是清朝皇帝的专用茶 所以曼松的光环依然神话般的存在